本周是中国新年前的最后一周 许多海外华人纷纷走出家门 采买年货准备过年 从事大型餐厅仓储行业的李小姐表示 热门的年货中 礼品 礼盒类商品相当受欢迎 台湾进口的一些特别的礼品 或是一些中国大陆比较特别的 一些组合式的礼品我们也都有 这些我们都卖得很好 像我们有一万两的礼盒 送礼都很好看 而且一万两很有名 红桶的一个包装 送出去的话也很体面 他还指出 许多华人都会以团购的方式 采买年货 因为现在可能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就是会做一些团购 像一些大明虾 或是一些生的鲍鱼 或是一些海参 高档的海参跟干贝 比较特殊的 刚刚你们讲的维瑞山丘 这种凤梨酥 我们是算是限购的 不定时都会有一些限购的东西快散出来 除了买年货 海外华人也计划在除夕夜 与亲朋好友团聚吃年夜饭 并一起迎接新年到来 我们东北就比较喜欢 像肉类比较喜欢 红烧猪蹄 还有红烧牛肉 还有红烧五花肉 像我是广州来的 我就买那个炸油脚 还有那个笑口枣 还有莲膏 那些 虽然许多华人都沉浸在 除旧迎新的气氛中 但面对疫情 有些民众仍选择避免群聚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郭约希 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